是不是一起比讚嗎 好 大家婉拒了 身為總統府大法官 提名選建小組召集人 副總統蕭美琴 和秘書長潘孟安 帶著司法院政副院長等 七名大法官提名人 一同亮相 選建小組以客觀公正的立場 讓總統合責提名 張文貞女士 是首位女性司法院院長 被提名人 總統蕭美琴 提名台大法學院教授 張文貞為司法院長提名人 而國關基金會董事長姚立民 則是司法院副院長提名人 過去他也是賴校2024 敬種諸位 姚立民不只幫過賴清德 選總統 曾是新黨黨員的他 過去參與刀鞭行動 也當過柯文哲 北市黨部選舉主委 但被質疑的還有院長提名人 除了司法院政副院長之外 另外五位大法官提名人 政大法律序教授何賴傑 陳大法律序教授陳韻財 最高行政法院法官王碧芳 中研院法研所研究員 廖福特和台大國發所所長劉靖怡 七位被提名人獲得立法院同意後 全體大法官中的女性人數將接近一半 比例也將達到史上新高 總統府提出七位大法官人選 但這名單送進立法院後勢必再掀 新的一波朝野攻防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